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Pointer 还有 Reference Type 好 Pointer Type 呢 它是一个 这种形态的变数呢 它里面储存的内容 其实是记忆体的位置 这个同学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可以储存一个记忆体 它储存的是一个记忆体的位置 或者呢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词 叫做 Neo 就是一个空的 空的一个 就是没有储存任何资料的意思 好 那这个 Reference Type 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它提供你做一个所谓的间接定值的功能 你可以透过Pointer 呢 去使用这个记忆体的 就是可以去任意地去使用 你的这个记忆体 只要它有空间 还有 就是还有足够的空间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来 透过Pointer 来去指向的空间 去运用它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对于去管理这种 就是做这种动态的记忆体管理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种Pointer 呢 它所使用的这个记忆体 比较 它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 Heap 这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的 它跟一般那种执行期间的那种 这种System 所使用的记忆体有点不同 它是它会自己帮你 这种Stack 不一样 我们这边Pointer 所使用的记忆体 它这个特殊的名字叫做 Heap 它可以让你去动态地去做一个管理 那这种用这种动态的方式 从 Heap 里面动态地去做记忆体的管理 的这样的方式 我们把这种变数叫做 Heap Dynamic and Variable 这个我们前面有跟大家说明过了 那通常这种变数呢 它是没有一个 Identify 就是它没有一个变数的名称跟随着它 就是说这个指标所指到这个记忆体的位置 它就是只有一串数字而已 它没有一个名称 就是只有数字作为它的一个编号 但是你没有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的变数 我们把它叫做 Nominus 的一个 Variable 就是匿名的 它其实是没有名称的 那你只能透过你这个 Pointer 去指到这个位置 然后去使用它 所以跟我们平常在宣告变数的时候 我们会给变数一个名称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要去取用这个变数 所代表的记忆体的时候 就透过这个名称去呼叫它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 Nominus 的这种变数 它是没有名称的 所以你只能透过指标去指到它这个位置 然后才可以去取用它 这个是这种指标或者是 Reference 它这种形态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这个指标它在设计上有很多要考量的 那比如说你可能要考虑说这个指标 它这个 Scope 还有 Lifetime 不过这个跟一般你在设计一般的变数的时候 其实用法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 Lifetime 它有什么规定呢 它的 Point Type 是不是有限制 它在指向的位置 指向的这个变数啊 指向的资料是不是有限制呢 另外它怎么样去做所谓的动态的记忆体管理 然后它程式员要不要支援所谓的 Pointer 或者甚至是 Reference 那这些都是我们待会后面会提到的 我们先看 Pointer 它有一些运算的功能 它基本上 我们先介绍两个基本的功能 一个是 Assignment 还有一个是 De-referencing Assignment 就是把一个 Pointer 的变数 就设定一个位置设定给它 就叫 Assignment 把某个位置 记忆体的位置就设定给 这一个 Assign 给这一个变数 跟这个指标的变数 这是最基本的用法 再来第二个叫做 De-reference 好 这个术语 好 同学们要记得 这个术语 De-reference 它就是把 这一个指标所储存的这个位置的变数 把它取用出来 这个过程叫做 De-reference 好 这个 De-reference 它可以是很明确的 或者是不明确的方法 好 比如像 C++ 或是 C 语言 它就用一个很明确的 De-reference 的一个符号 叫做 Asteria 就是这个乘法的符号 你可以这样写 所以 J 等于这个一个星号 然后再一个 PTR 那就是把 PTR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里面所指向的那个位置的内容 把它 De-reference 之后 把那个内容取出来 设定给 Assign 给 J 这个变数 所以就把 PTR 这个指标所指的那个位置 那个储存的值 就设定给 J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比如说我写一个 J 等于 Star 然后 PTR 所以 PTR 这里是一个指标 它在指标里面储存的一个 就是记忆体的位置 它位置是 7080 所以我们会去到 7080 这个记忆体位置里面 去看它储存的内容是什么 它储存内容是 206 所以我就把 206 的值呢 储存到 Assign 给 J 这个变数所在的位置 那这个过程就叫 De-reference 把这个内容取出来叫 De-reference 然后再 Assign 给 J 这个变数 就以上这两个基本的操作 就是指标的一个做法 那同学们可能对于这个 这个术语就是要把它记起来 那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 Pointer 的运算方法 比如像是在 C 跟 C 加加 那如果说你的 Pointer 它是指到一个 一个 record 比如指到一个 class 或者是一个 struct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写 什么一个新 用个新号 然后再用个点 可以去使用这一个 比如说这个 class 它的某一个栏位 或者是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这样就比较简单 那在 Ada 的话 也是有类似的用法 就是它可以写成 P 点 Edge 这个就是大家规定不一样 好 那如果说你在做这种 Pointer 的这种 提供 Pointer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 程式语言的话 它一定也要提供一个很明确的 就是记忆体管理的一个指令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记忆体的 你要记忆体的话 你就用像 C 语言 C 加加 那你就用 Memory Allocate 或者是用 New 在 C 加加里面你就用 New 这个方法来产生 从 HIP 的这个记忆体里面 去要一块位置 来去给你做这个变数的使用 好 那你不用的时候呢 那你就用 Delete blast 你就用 Delete 把这块记忆体换回去 好 所以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指令 让你去做这个记忆体的管理 你要用的时候就用new 不用的时候就delete 就是自己程式设计师可以很有 就是自己决定什么时候 要怎么管理这个记忆体 那当然指标使用起来 它会有它的风险 我们来看看两个最大的风险 第一个 叫做Dangering Pointers 就是这种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 它的情况是说 这个pointer这个指标 它去指到了一个 它去指到了一个变数 但这个变数其实已经被deallocate 这个hip dynamic的变数 就这块记忆体 其实已经释放掉了 已经不被你这个程式所使用 已经把它就是delete掉了 但是你的程式出现了问题 就是设计上有个问题 就是你有pointer 还去指到这个 已经被你delete掉的 这一块记忆体位置 那这样的话一定就是 程式就是挂掉了 就用到一个不该用的 你这个程式不该用的记忆体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遇到的话 你程式就当机了 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叫做Dangering Pointers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好 再来第二个问题 叫做Lost Keep Dynamic Conservables 这个没有像上面的这么危险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遗失的这种变数 它会造成你的记忆体的使用的效率变差 好 这个是怎么回事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有一些这种Pip Dynamic的Variable 你把它创造出来 你产生了好多个 但是呢 可能之后就不再用了 你就是no longer 就是不再用了 然后也没有指标 可以再去指到它了 就是变成说它已经断了线了 我们已经跟这些 Pip Dynamic的Variable 已经我们就是把它生出来了 创造出来 可是之后就好像把它遗弃了 也就再也找不到它下落了 就永远用不到它 那程式呢 就是只是有个记录 说你有这些 你有曾经产生过这些记忆体 但是你再也用不到它 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指标 指到它了 因为就你要指到它 你一定要有个记录嘛 你可能有一个表格啊 或者是有一个像什么 Linked List 像这样的一个结构 去记录这些东西 把这些你所建造出来的这些 Pip Dynamic的Variables 把它保存下来 可是你现在就断了连线了 就是断了这个联络 所以你再也用不到它 那这些再也用不到的这些变数呢 我们就叫做Garbage 它还是留在你的程式里面 就是说你的程式记录里面 还是有在说就是你要用这些 可是你没有办法去用它 因为你根本没有Pointers 可以去指到 可以有一个联系 可以联到这些 这些 这个Tip Dynamic的Variables 所以它们就变成Garbage 就变成一堆垃圾在那边 你也用不到它 可是你又没办法把它抛弃掉 所以像这种例子 就是写程式的时候 就不小心 没有很细心 把这个连结保留好 就是如果你不用了 你就把它删掉 你就换回去了 那你不用 你也不删掉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你又断了连线 那就再也没办法用这些东西了 那这个就是会占用 他们就占用了记忆体 它就是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 所以例如说像P1 这个指标就指到一个 你自己产生的一个 你用这个指标 去产生了一个New 一个新的一个 这个Tip Dynamic的Variable 那可是过了不久 这个P1又去指到 另外下一个 新的一个记忆体位置 哇 结果你 前一个所产生的这一个Variable 你没有去把它保存下来 它的位置在哪边 因为P1本来是指向它 结果过了一会之后 P1又去指向另外一个 新的一个Variable 那前面那一个呢 如果都没有人去记得它的话 它就消失了 就没了 就变成一个Garbage 那我们就把这种现象 这种产生Garbage 这种现象 我们就叫Memory的Linkage 就是记忆体的一个管理不大 造成的那种 造成一种 就是一种 嗯 嗯 我不太晓得怎么讲 反正就是Memory Linkage 就是浪费 记忆体的一个浪费 就是这块记忆体你伸出来了 那可是你又不用它 你也不能再去用 你也 你也不把它删掉 你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 这个就叫Memory Linkage 的一种情况 所以Pointer呢 在C跟C++是 使用起来是 非常有弹性的 对于动态记忆体的管理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但是使用起来 就是要很小心 那Pointer呢 它就是可以去 就是可以指 你可以用Pointer 去指到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记忆体的位置 好 那 那就是 它在C跟C++里面呢 它对于这种 动态记忆体观理来说 它都提供了 一个必须的 一些指令 都提供给你的 也可以做一些Pointer的 一些运算 好 比如说像 你可以写说 像这个例子 有一个STOP 这是一个阵列 然后这是一个指标P 你可以把STOP 这一个阵列的起始位置 而再给P 这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用法 好 所以之下来呢 你就可以写说 P加5 就代表说你要去使用STOP 这个所在的位置 好 前面大家加一个de-reference 代表的是我要使用STOP 这个位置 的那个内容 那你 其实也可以写成P加I 就是代表是你要使用的是DI 一个 STOP DI一个元素 它所在的那个位置的值 就是可以这样用 好 那在这里面呢 你的这个I的值 还有5的值 它会自动的根据 它会自动去帮你去运算 对应的位置是多少 好 比如说这个P 它是一个直到float的一个指标 嘛 它是一个float的指标 好 所以 它 你把这个位置 你把这个P 这个所在的记忆体位置加5的话 它会把5乘以4个byte 就等于是你要加20个byte 好 20个byte就等同于像在STOP所在的位置 好 所以它会自己去根据这家的资料形态 去做一个那个位置的运算 好 这个使它自己会去 自己会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做调整运算 好 那指标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形态 叫做void void的指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形态 好 这我们把它叫做generic的pointers 就是那种万用型的 的这种指标 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形态 好 那 对于这种void的这种指标形态 它 你会想说它既然是万用型的 那可以做形态检查吗 在C跟C++里面 它说这不是个问题 好 因为 这种void的形态的指标 它是不能被de-reference 你不能把它里面的值 就是把它 读取出来 这是没办法的 就是纯粹就指到那个地方 所以这种pointer的 这种void的 这种形态的pointer 我们可能常常用来去作为 函数里面参数的传递 参数的那种 来代表参数的形式 好 就举个例子来看 好 这边我们宣告了一个叫做 inimeration的type 它有integer float 还有string 有三种这种形态 那这边是有一个叫做print的函数 好 你看到这print函数里面 它的参数 它就有一个指标 这个是void的形态 这个指标 它叫做p-value 好 下面就是它的程式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码在执行什么 执行的时候 从main开始 好 我们说main里面 我们定义了三个变数 有integer的 有float的 还有 这个字串 好 那我们看我的下一行 在第33行这边 我的print呢 这个函数 我把m-value所在的位置 传给它 然后后面再传一个 再传一个参数叫int 好 那我去呼叫print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就在这边 就我呼叫这个函数 我传回来的这个p-value呢 它就是设定成是m-value所在的位置 好 所以这个p-value的值就是m-value 到这里m-value所在的那个位置 m-value它是一个整数嘛 好 所以它就是指到 它现在是指到一个整数了 好 然后它的type 它的形态 我这边是 进一层是int 就是代表它是一个整数的形态 好 所以你看print里面呢 它的写法是这样 它把它写一个 它就是看你的type是什么 好 如果是integer的话 int的这种形态的话 好 那我就做什么 好 我就把这个p-value啊 它的值啊 就先做一个强制转换 就是做一个static cast 这样一个转换 好 把它的形别做转换之后 再把它de-reference 好 不然的话我们有说过p-value 这个东西是不能做de-reference 因为它是boiled的形态 好 所以你要把它里面的值 读取出来的话 你要先把它做强制性别转换 像这里我们就转换成integer的形态 好 因为我们有说明 这个是 它的形态是integer的 好 所以它就会把它转成integer的 强制把它转成integer的形态 然后把它才能去解读 这一个指标 里面所储存的那个 所指向的那个值的位置 那个位置的那个值 好 再把它输出出来 好 那如果说你传的 你的下一行第三十四行 我们传递的是f-value的 这个变数的位置 f-value在这里 它是一个float的形态 好 所以我们后面呢 就说明这是个float 好 那我再去呼叫这个print的指令的时候 这个函数的时候 好 一样这里的p-value呢 就设定成是f-value的位置 那它的type呢 就是float的type 好 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看你的case 是float的时候 它就把它强制转换成float 把你这个指标 所指的 把这个指标 它的形态 强制转换成float 这种指标的形态 然后再去把它做de-reference 好 再把它列印出来 好 那下面的stream 也是一样类似的用法 好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种void 形态的指标 做的一个范例说明 先到这边 待会我们来介绍referenc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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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